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嘛 原来李公子是请我来看人杂力政坛的 你想多了 我们就只是喝茶人 我们也没遇到过这事啊 快做什么 我认识他 他直接讲娘子 长官的 娘子你来了 你们辛苦了 快进去擦擦伤吧 这么多人 没事 这有我 阿福 走吧 长官 辛苦了 带走 你们凭什么抓我 闹事的人不抓 抓我是什么道理 我们接到报案 说你们立正堂 售卖劣质不量 还闹出了人命 你不是管事的吗 跟我们走一趟 对 抓得好 他们立正堂的料子 都穿死人了 这还不能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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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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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问大家 叶家的骨香段有问题 你们是听谁说的 瞧你这话说的呀 你们立正堂的骨香段有问题 这事儿谁不知道啊 你看看我 来 看看 看看 我这一生的枕子呀 我这一生的枕子呀 立正堂的款式 是昨天叶掌柜送给我的新衣 也是骨香段的料子 可我穿了一整天 身上并未出现你们这样的疹子 不信 好 若是不信 这几位娘子 传来看看 你们看看 是吗 这是 真是确实铺子里的骨香段 若是骨香段真的有问题 我穿在自己身上 不是自寻死路吗 你这有什么不可能 你是叶家的托儿 收了叶家的银钱替叶家作戏 一条命算得要什么 那你可说错了 我的命 比去建立正堂还要值钱 大燕不惨 你谁呀你 我乃大燕当朝中书令 圣上太师之女 姜黎 姜黎 你不是她呀 没想到 姜二娘子 为了替叶家出头 不惜自报身份 就不怕有 包庇叶家之嫌吗 李公子 好戏还在后头呢